在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之前 我们先来看到一段有关于他的短片 人称亚洲神童的小布丁 凭借自己特殊的身材 已参演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 并且将人物刻画得唯妙唯笑 他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让他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扩展自己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掌声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小布丁 布老师好 你好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小布丁 身高1米2 体重100斤 来自重庆 见识完毕 掌声鼓励 你是生长迟缓还是停止了 是小时候听我爸妈说 我七八岁的时候 跟同龄的孩子有一点点身高差距 然后呢 就觉得孩子嘛 掌声高是那么几年 就暂时没管他 等到十多岁的时候 发现那个身高差越来越高了 那你现在是单身是吗 我结婚了 有几个孩子 三个 来 我们来看看他这三个孩子 来 掌声有请 我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这是妻子是吧 对 大家好 我是小布丁的老婆 我今年29岁 我来自重庆 我身高1米62 老大 老大介绍一下自己 他今年13岁 是小布丁的倒儿子 你老大 那是老二 老二比老大高那么多 来 老二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张表 我今年11岁 我是小布丁的二女儿 老三 老三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张成 我今年14岁半 我是小布丁的小儿子 你们家超生了吧 三胎还没放开呢 是不是超生了 因为这老大老二 是我跟以前前妻生的 然后感情不合嘛 离了坏 老大老二是上一段回 对 这个小儿子 是我跟我现在老婆生的 我们说一下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2年 我在广安去演出 然后我是唱歌的嘛 他是跳舞的 然后我们这一期演出认识了 当时就当多一个朋友 多条路嘛 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说想跟他 他朋友啊 没有过那样的非分之想 想都没想过 因为那个是我处于离婚状态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带两个孩子 所以说虽然工作中 我还是比较自信 但是生活中 因为深刻原因 在感情方面特别的自卑 所以处于这一点 我想都不敢想 但是平时聊天 聊着聊着 之前都是我找他聊 然后聊了几个月之后 他有一天突然 他找我聊了 他问我在干什么 我心里很激动 然后我就 激动啥 我就很高兴 人家又没想说 又没说要干什么 但是我就在 反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高兴 然后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们有那种 依赖了 一种感情了 然后这样就一来二去 慢慢慢慢就有感情了 你家人反对吗 反对 我老家也是四川打州的 然后当时我跟我妈妈说了 我们两个 我想跟他两个谈恋爱 然后我妈妈说 他怎么样 当时他也不知道他的身高 我就说他个子不高 他想 当时我妈妈想的是 个子不高 可能跟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矮一点点 结果没想到是 这么 秀真心 对 爸爸妈妈都反对 他说你们走在路上的话 人家都会指指点点 会吗 会指指点点吗 会啊 有啊 关键还有一点 就是父母反对的原因 除了因为身高的原因 可能还有他结过一段 还带着俩孩子 那肯定这也反对嘛 对啊 对对对 对吧 但是我相信他肯定会 很讨赵母娘欢心的人 你是不是很有这种手段 第一次去他们家 我就说 我说这样吧 阿姨 你就给我一段时间 你来考验我 发现我可以成年的女婿 我们可以跟女儿 可以谈朋友的时候 你就跟我们说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 两地分居嘛 我在重庆 他在广安 我说如果你不同意 我们是绝对不会在一起的 还是做朋友 他说这样可以 这聪明啊 尊重他的意见 我问问老大老二吧 这妈妈对你们俩好不好 很好 就是在有一次 我们在老家的时候 我们老家是农村没有医院 然后在半夜的时候 我发射套包送到医院去 把你送到医院去 是吧 对 你们俩就永远都这么好 没吵过架 没闹过什么离婚之类的 有吗 有 有 因为什么事 就是把他怀上 怀他的时候 两个多月吧 他因为第一次怀孕嘛 然后认诚反应比较大 然后呢 我就每天上班 天天他就靠睡觉 吃什么吐什么 一点精神都没有 他说那要不我回我娘家吧 我说这样也好啊 毕竟自己的父母嘛 也方便一点 好 因为我这个人平时 比较大大咧咧的 我想在自己爸爸妈妈身边嘛 就不用我过多的操心嘛 我就天天只管上班 我觉得男人嘛 就应该这样子 找钱嘛 说白了 赚钱嘛 然后其他的事我就没管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就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 我们离婚吧 就就把我吓傻了 因为我又没吵架啊 什么都没有 就把我真的有点吓着了 因为我又是离过婚的人 我就害怕这种事情发生 然后我都不知道头绪了 然后我 问他 我说什么原因 如果现在这种生活 不是你想要的 你就跟我说 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如果我能满足你 那么我们就在一起 不能满足你 这个感情 我从来不强求 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好 不要意识 这几天不开心 说离就离了 后面又后悔了 我说这样大家都伤感情 我说你考虑好 那是因为你的情伤太低了 对 其实你是想诉求什么 我想他多关心 关心我 多陪陪我 他刚才那两句话 说得非常的精妙 他大概的意思是指 我爱你 我就想要照顾你 包容你 但是同样因为我爱你 你想走 我也给你自由 他就这两句话嘛 这两句话 就很说到你心里面去了嘛 是吧 你现在是表演什么呀 就是婚庆 受庆 然后房地产开盘 团拜会这一些 他干什么 他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 去跳舞嘛 也是商演 也是商演 对 结了婚就是三点一线 就是照顾孩子 那那个 现在你们长期的这样分开 再加上你又 这个 娶个这么漂亮老婆 老婆还帮你照顾三个孩子 是不是对家人 有特别多的亏欠 真的还有点多 特别亏欠我的爸 因为是这样子 平时我们三个小家庭 在重庆 然后老大老二 跟我爸妈 在我们老家 我也很少回去 每年 他们过生日的时候 我都不能陪他们 然后 我心里觉得 很不舒服 我想请假吧 因为 又损失一笔钱 我就又想给他们 更好的生活 所以有些是很纠结 还有更多的是三个孩子 因为别的孩子都有 爸爸每天 也不是说每天嘛 偶尔去接一下 送一下 我从来到现在 一次都没有去接过他们 送过他们 因为我怕 他们的同学 还有朋友 看到他爸爸 是只有这么高 给他们带来心理压力 没必要这样 怎么哭了呀 老二 来 来 说说话 为什么哭了呀 老二 有了 表达一下 为什么哭了呀 是心疼爸爸吗 对 你心疼什么呢 你又没看过他怎么工作 从他到学习机上 就可以看得出 他工作也辛苦 你看见过他出去工作是吧 你描述一下 有多辛苦啊 每天我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晚上我睡着的时候 他就 他再回家 所以你觉得 这个爸爸比普通的爸爸 虽然个子小 但是对家庭更有责任 家人有什么让你特别感动的吗 前年春节的时候 因为我们过年前后都比较忙 我劳累过度了 然后我的腰间盘突出 然后整个人睡在床上 翻身都要两个人抬 动都动不了了 那时候我心情很低落 一旦就是倒下了 我这全家怎么办 我三个孩子 我的老婆 还有爸爸妈妈他们 然后我老婆就跟我说 安心养病 我还可以出去赚钱 等孩子大了 他们都会赚钱 就天天安慰我 然后 休息了大概半个月就好了 好了 然后我又出去上班 因为平时老婆对我真的很好 很多 因为身高嘛 很多生活的细节啊 有很多不方便 比如说那个衣柜 她都是把我的衣服放在最下面 他们的都放在上面 我方便拿嘛 然后 我每天早出晚归 我再晚回来 我老婆都会给我做一顿 热气腾腾的菜饭 还有水果放在那桌子上面 每天你再找出门 我的衣服裤子鞋子 给我弄得干干净净的 全部放在那里 很踏实 然后 还有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衣服裤子特别不好买 然后 但是呢 我又不想让她 我老婆知道我的这些 就是说不方便的地方嘛 我想让她越知道越好 越少越好 然后我就说 老婆你别给我买衣服那些 我说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款式 我自己去买 她就有一次 她看我去哪里都穿了这几套 她就去偷偷地给我买了几套衣服回来 当时我不知道 她说你来穿一下这个衣服 我一穿很合身 就问她 我说 你这衣服是哪里来了 怎么这么合适啊 她说 我真的很意外 她说我把你平时穿的合适的衣服 拿着到街上去 比着买 当时我一听 我真的 我 其实太感动 太感动了 那对你爸妈好吗 好 逢年过节 抽空回去的时候 她知道我们要回去了 就是 因为平时 我老婆也很节约 知道要回去提前一两天 又一大早开个车 去批发市场 买一车的衣服 还有过年的时候 我们年货 然后买一车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然后 对我爸妈很好 男人的辛苦就是 为了家人 不要缺衣短穿 不要挨饿受冻 你不要自卑 而且我觉得 你那前面两个孩子 刚才说到你辛苦的时候 流眼泪 我觉得这一家 一大家子 对于生活当中 最矮小的这根顶梁柱 内心 是有着十分的尊重的 你发现没有 就对父亲 有着十分的尊重 今天是你的心愿 对吧 对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拍一套结婚照 和全交服 好的 来 请回 婚纱照也没拍 没有 这个很好实现 但关键是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对于她来说 我觉得真是 她的人生的意义 来 五位 说说你们的感受 刚一上台的时候 感觉眼前一亮 我觉得幸福来敲门 你们就是带着幸福而来的 所以我觉得您 真的是 虽然身高上 可能我们跟 有些人比 比不了 但是我觉得在责任心上 对家人 对孩子 对待我们整个的这种 包括所有的亲人 您的责任 甚至超越了很多正常人 所以我觉得 您真的是一个 有责任 有担当的男人 好爸爸 也是一名好丈夫 那我代表我们先创意教育 我是做教育的 然后祝福你们 送咱们的小宝宝 我觉得她年龄比较小 送她一套花财 希望她以后能够执笔 能够描绘出我们家庭的未来和幸福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你真的挺担当的 照顾了三个孩子 照顾了这么好的妻子 但是说实话 我有个小建议 因为我觉得你的老大和老二 可能对爸爸妈妈的爱的缺失多了一些 因为你们现在三个人忙于工作 忙于挣钱 只能暂时分开 他们现在已经一个十一岁对吧 老大几岁了 儿子 十三 十三岁 对 十一 十三了 马上就变成一个小少年小少女了 走向青春期了 如果再没有父母的陪伴 是童年的遗憾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希望老大和老二 在寒假的时候 邀请你们来北京做一次旅游 让爸爸妈妈忙着挣钱养你们 然后你们呢 跟着阿姨在北京玩一玩 好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特别的礼物 好吗 祝你们全家幸福 谢谢 谢谢 你虽然叫小布丁 但是确实展现出了一个大男人 应该应有的这种责任和担当 这个从你们一家人当中 我看出来了你们整个家庭 都是懂得一个感恩的这么一个好家庭 我也是重庆人 特别是你在今天在台上 把我们重庆男人的这种气质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我心里特别舒服 所以说这个看你们家庭这么美满 既然你们到幸福来敲门 是来实现愿望的 所以当然我肯定会助你们完成这个梦想和这个心愿 所以说我代表熊九集团 然后支持你们完成你刚才说的梦想 为你们全家拍一套全家服务 还有补拍一次婚纱照 这个愿望由我来帮你们实现 谢谢老乡 谢谢 谢谢老乡 因为男人真正的成功是 他至少能搞定自己的家人吧 对吧 自己的家人能为他流眼泪吧 能心疼他吧 觉得他不容易吧 认可他的价值吧 就是说到你的这个工作辛苦的时候 那老大老二马上眼泪就刷得下来 我们本来会想 老大老二是前妻的孩子 或多或少跟这个家庭会有一些隔离 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缺失 或多或少会有点恨爸爸 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妈妈离婚 他们非但没有这样的逆反心理 反倒特别心疼自己的爸爸 所以这个男人在这个家庭当中 他是成功的 好了 你就知足吧 对了 杜老师 我可以借这个机会 给我老婆从来没有正式地说一句话 我想跟她说一句话 求婚呢 不是 不是 就是我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 来来来来 老婆 谢谢你选择了我 我从来没在这么正式的场合 向你表白过 我爱你 我会用生命去真心你 那听一个呗 那你也回忆点话呗 以后记得帮我做点家务 好 一只小鸟有放飞梦想的时候 一滴雨水又汇聚成河流的那一刻 小布丁在平凡的生活中 发挥着无限的正能量 他有能力 有担当 快乐地 默默地奉献着 撑起了他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谢谢你